今集Buster大難不死 Saber與神作依然有一段距離 Hello,大家好,我是Jer 歡迎收看拉大英評 有不少朋友都說Saber好像一套戰隊 雖然這個玩笑已經說了很久 大家都覺得很悶 但今集的劇情令到這種說法 重新燃燒起來 受到挫敗飛羽真回到基地重整旗鼓 以寫故事的名義為下一次對戰想辦法 他的策略就是運用組織每一位成員各自的能力 針對敵方角色去行動 例如倫太郎已經學會流水三冊 實力足以獨力面對怪人 倫太郎實在太強了 而Espada和劍斬負責頂住Caliber 二人合力之下真的可以和他旗鼓相當 不過我就相信Caliber暫時只是保留實力 講白一點就是劇情需要才留力 大家不要反駁 拉打一直以來都有一種單打獨鬥的孤高感 即使以往有幾個拉打一齊出來幫忙的情況出現 但每一位拉打都擁有自己的信念去戰鬥 所以特別在前期的時候 會常常見到拉打之間會有衝突 也好似今年主角群互相信任 有組織多人合力對抗敵人非常少見 當然早幾年開始引入了一些Rate Battle場景 但他的出現時間都頗好奇 例如巴郎團隊以圓陣方式抵抗 又或是Aggazador四指或五指打Cronus 但當時對隊員互相信任的描寫沒有現在那麼明顯 每一位拉打依然是獨立的個體 組織起來都只是烏合之中 不像今集由飛羽真領軍的聖印戰隊團結 不過玩團結還玩團結 你說到飛羽真是一個小說家 就懂得去考慮這個策略做軍事 我覺得這樣寫是有點勉強 而最後解決了敵人之後 敵人又會有一個變大情節出現 有別於第一集Saber 耍劍 刀仔巨大樹 今次Saber 學會了用亞瑟王的力量 召喚出巨型機械人擊破敵人 大家都會見到和過往幾代由主角架寫機械人不同 Saber 的機械人有自我意識 懂得自己走向敵人攻擊 更加爆的就是用上Dekador FFR的能力 將Saber 如大家一開始說 變成一把長劍斬妖除魔 原來主題曲那句Saber in your hand 是劇頭 其實大家不需要再否認Saber 像一套戰隊 像就像吧 不如看看這樣的情況下 Saber 會成為一套怎樣的拉打 難道是瘋狂的改造人的悲哀嗎 然後美道沙這個單元是由長谷村歸一編寫的 不知道幾位編劇之間是否有溝通過 又再一次去玩一個複數的怪人 上集提及到 人間界同時有三個地方受襲擊 但劇集的畫面很困難 同時也有多個敵方的單位登場 所以大家會想三個地方同時受襲都很合理 令主角群和我們一班觀眾都不會察覺到 又玩這個複數的敵人 怎會猜到這個單元的怪人來的複數姊妹當 美道沙三姊妹 上集殺了一隻 現在還有兩隻到處破壞 其實複數的怪人這種玩法都很環保 劇組不需要瘋狂 每一集都做一些新的怪人皮套出來 其實省了很多時間 但我們作為觀眾都會看得很悶 而另一樣由長谷村編寫的故事 令大家感到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主角性格的轉變 在過往幾集來說 飛羽真都是帶給大家一種樂天的性格 有什麼問題都勇敢面對 另一個特別少少的是 對約定兩個字有種莫名其妙的執著 但大致上都是以這兩種性格為主 好奇怪的是今集飛羽真的性情突然大變 無端都很執著在力量使用 性格表現很繁躁 所以打亂了自己和隊友之間的節奏 Saber部隊第八集 三個編劇都不斷轉換 高橋、毛利、長谷村 三個人對一些人物性格的理解很不同 所以他們出來的描寫也很不同 令我們看上去的性格很亂 也很難在我們一群觀眾的心中留下一些很好的角色印象 而另外今集的最大驚喜 相信就是有海姆的兩位角色登場 今集美杜莎逆集 繼續將結界變的市民石化 鏡頭一轉就見到兩師徒在慘叫下被石化 幸好是在美杜莎被消滅之後可以還原 不過經石化一事之後依然嚇到心裡一來 所以他們沒有鞋玩劇 就這樣爬走了 我的疑問很簡單 就是為何見慣大場面的兩師徒 可以這麼失態 難道他們太久沒見過怪人 所以很驚訝 亦都忘記了自己可以變身嗎 城之內作為一個甜品明星 他經常要上電視 做節目那些 生疏了 不懂得玩拉打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鳳蓮作為一個傭兵 他怎麼可以這麼失態 就算他不變身了阿瑪拉打 他都可以徒手 即是向美杜莎 還擊也不用這麼慘烈 我的理解就是 應該是東映武力介入 他都不想兩位前輩搶風頭 即是Saber剛剛播放 突然劇組要聽另一位東映 叫兩位角色回來客串 所以不可以讓他們搶風頭 不讓他們變身 成為了一般市民 他們的遭遇都很可憐 最後下一集的預告 我們看到有新的女性角色登場 其實各位角色是由吉澤亮飾演的 在11月8日播出的蒙面超人Saber 第9集開始 Angela Ayi飾演的新角色 神代菱花即將登場 Angela作為無特兒在藝能界活動 在網台配信電視劇 秋葉原AdDeep 2.0 入面首次挑戰演技 而在傳統電視台中 首次出演的電視劇 蒙面超人Saber 將會飾演一個謎之使者 第數Northand Base的神代菱花 似乎為了搞清楚Saber的力量 而開始試圖和Saber接觸 但他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期待已久的新女兒 終於登場了 難道她就是一開始遇過 她的女性劇士 難道會像花夢般 拿著很長右劍 變成一個白色拉打登場 其實今集還有一些零碎的訊息 例如像Caliber 她的真正身份是誰呢? 上一集她的變身時 就看見她很像原故綠的頭 其實都很像上一代炎之劍士 而今集最後也播出了一些畫面 看到Sophia問她究竟你是誰呢? 而且她在暗房內 都拿著照片 看到有唐玖聰 Sophia 以及上一代炎之劍士 而且她的光是射到炎之劍士 可能是一個訊息 跟大家說 原來Caliber的真正身份 應該就是炎之劍士 究竟後面發生什麼事呢? 誰知道嗎?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美杜莎有三姐妹 其實我的Youtube頻道 也有這個撐長三兄弟 再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還有記得按下方的鈴鐺 追片更輕鬆 我是Jer 下次再見 Ciao